好了,就做过关系型数据库内科,所以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我就花30分钟把这篇论文的核心给讲一讲,之后的30分钟会给大家一个提问的时间,因为就关系型数据库的话,实际上我们看这张图,这是一张架构图,就是InnoDB,是MySQLDB的一个部分,它还是有很多模块的,然后有很多概念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包括什么2PC啊,还有这些概念, 我可能先讲的时候是high level的,然后接下来再仔细的解释,说为什么,那这30分钟的话,首先回顾一下MySQL,为什么要讲MySQL呢,也就是Aurora实际上是在MySQL的基础上,用了很多它原有的一些组件,反正都是开源的,在这个基础上对它进行了一些改进,然后能够很好的向后介入MySQL,同时也是一个云,也是在云上面非常容易扩展的一个AWS产品, MySQL,实际上我们平时写的时候,可能写APP的时候,我们只关心那Crew的,就增上查改,对吧,那具体执行下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写下SQL,然后再关心一下Join或者group之类,它的那个复杂度是多少, 而实际上执行的时候,那一个内核,它是怎么操作的呢,实际上,我们一个命令进来之后,它可以对语法进行个解析,最后解析成,这是Java写的同样的命令,就实际上说,我这个select和这个Java的命令,它们的效果是一样的,而这个group banner和Java另一个命令,实际上是可以用collect来同时实现的, 那么底层的话,就是相当于,对于一张表格,呃,对一列一列的数据,然后进行同样的一个操作,最终得到我们想要返回的一个数值,呃, 这张图比较大,呃,实际上也可以告诉大家说,一个数据固内核,它是分成两块,一个是ememory,就是内存这一块,另外一个是on disk,呃,我们平时刷离口的时候,我们不大在乎这个on disk,就不太在乎它,呃,有多少写到我们的 disk当中,呃,我们可能写一个map,写一个set,都是在memory当中就够了,而 database最核心的一点呢,就是它实际上有io,有disk的一个io,我们说io的时候,那分两种一种是disk,一种是network的,但实际上对于我这个程序来说,就不用太在乎底层,而都用io来统称了,呃,正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个disk在这里面,那disk因为我们可以就处理更多的一些数据,对吧,而那个memory,我可能是一帧一帧的,就是呃,一个page,一个page给拉进来的,那处理的就比较小,我们平时在 那些,我们在读一个file的时候,我们也是那个,呃,我们也是有个readbuffer,对吧,那就是每次从那disk当中读取一个page,一个page可能是4kb,可能是8kb,读进来之后再处理,然后再写回去,呃,这个图实际上就告诉我们说,那么基本上我们一个sicle操作的话,就是一个内存和一个数据和一个disk之间的一个交互,呃,disk当中呢,并不是规规正整的,就像我们写一个file一样,然后我们要增加一横,就append 一行进去,那因为它是一个结构化的数据,那在这个disk里面存的不仅仅是表格,还存在其他的东西,就包括一个redo log,在messico当中叫做binlog,还有undoolog,还有很多的buffer,呃,在这一列当中呢,我们其实到messico当中去,是可以读取这些信息的,他们都以表格的显示可以读取出来,呃, aura最核心的也就是对于这个log,叫做binlog,他进行了一个修改,然后他最终对于aura来说,他看到的视图并不是这一个table的一系列的快照,而是他一个又一个的binlog,一个又一个的操作transactionlog,呃,这有什么好处呢,呃,transactionlog和那个table之间的关系吧, 就相当于一个仓库,仓库你同时有货进来又有货出去,那你每一笔交易就是每一个进货出货,那么如果你从仓库一开始建仓库的时候,知道你每一笔进出的时候是可以,呃,知道当下你仓库里面到底有多少的货存呢,第二种方法就是说你对仓库里面所有的商品,呃,拍张照片,这就叫快照,然后你可以知道,呃,仓库当中每一个商品他们的数量是多少。 哎,不好意思,打断你一下,这个logbuffer用了五个不同的颜色表达是什么意思啊,是它有特别的意义吗,还是,我看logbuffer在哪,啊,就这张图的左下角,有那个白色,蓝色,还有深蓝色,这些五个颜色,啊,好,谢谢,中国人好,这个我倒没有仔细看,这张图是我在anodb当中给切取过来的, logbuffer logbuffer,这是内存当中的,它最终是要写到这个readlog的,呃,因为在我看来就log的话,它就相当于它只有append的这个操作对吧,然后只存不解,那logbuffer它应该做就是 它一个,就并不是每一个blogtransaction,它都马上写到那个内存当中,写到disk当中去,因为每次写进去的话都要有一个IO操作,那写的太零碎的话,那在呃,刺盘当中就会有很多零碎的空间,所以我想它应该是一个batch,一个batch都可以写进去的,它可能是八个kb, 集满了八个kb之后,然后再写进去的,所以它有个buffer在这里面,呃,每一个块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小的transaction,就比方说,呃,你做一笔交易,把资金从a账户滑到b账户,那实际上你是有两个操作,那两个操作合并成为一个transaction,那可能一个小方块就是一个transaction,它有好几个transaction之后,然后再写到那个disk当中,给它进行个持续化。 明白了,谢谢。 嗯,好嘞。 在Mexico的基础上呢,那么,Aurora实际上是可以把很多的部分给抽取出来的,那它的那个log的话,它就不是像这样,只有存在那个memory和disk当中,它可以用s3是另一个呃,储存戒指,给它储存起来,而那个memory的话,它也可以 从那一个单机的host的当中,给它抽取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服务。 呃,这就是云的一个好处,就是在于,在过去这个架构当中,所有的都是一个个的模块,然后装载在一个host的当中,一个host的话,它向上扩展就不好,而一个云的话,它可以很轻易的向,呃,很想。 呃,接下来就说Aurora比Mexico的那个提升在哪儿,就如果一个单机来说的话,提升可能就不是太多,因为基本上一个命运写进来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说那个DML吧,就是那个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就基本上是我们先不讲读,就只是讲写,写的话就包括那个insert,包括update,还有包括delete,呃,这三个操作那是需要对disk当中的数据进行一个修改的。 那和data warehouse不一样,因为data warehouse的话,它只有那个append和read,对吧,它就不支持那个delete,insert,update,它不支持那个delete,update,呃,在Mexico当中,呃,如果是单机的话,它和Aurora是一样的性质,但是Aurora它为了保证它的一个高可靠,高可用性,它同一个数据有六个备份,呃,这也是和 AWS的那个容错的一个要求相关的,它对于同一个数据有三个,呃,az,就是availability zone,可以想象它们是在不同的主题上,那么一台主机,呃,断电,那其他还有两台主机是可以用的,呃,同一个az当中呢,那还有两个数据的一个备份,也可以保证说有六个备份的话,它希望能够扛住很多的那个容错性。 那如果是有六个备份的话呢,对Mexico来说,那就是个压力了,因为,呃,Mexico做的操作都是synchronous,就是,是并发的,啊,对,就synchronous的,那意味着我一个请求进来了之后,那一定要等所有的都执行完,然后再返回给我的client说,我已经执行完了, 那,那在这个时候,可以返回给client200,那,呃,后面实际上执行的步骤很多,也比较琐碎,那耗费了很多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呃,Mexico在机器运动环境下,它速度比较慢,那,它replication越多,它速度越慢,那,慢在哪呢?实际上也就是,在这个幅图端中介绍了它的一个过程,一个request进来,就比方说我update的一个操作,呃,进来之后,那,需要 从disk当中读数据,在类传当中修改,啊,把记录写到,呃,binlog当中,然后再把数据再,呃,写回到disk当中,这个读和写的过程,那实际上是比较消耗的,啊,写还不仅是写到我当地的这一个disk当中,我还需要把它给复制到其他的那些instance,呃,复制到其他instance之后,啊,当然的复制的过程当中,呃,复制的信息是蛮多的,因为包括那个log,然后, 他的其他的data信息,他要给复制过去,呃,我看最近mxsql的那官方介绍是说,就其他五个都省了,他使得只有这个binlog了,现在,那写过去之后,他实际上也是对disk当中那些数据进行一个操作,那我们想想他瓶颈处在哪儿,啊,就是一个写命令进来之后,在这个instance,他要写到自己的disk当中,然后他还要同步的写到其他的 其他的节点当中,其他的节点要写到他们自己的那个disk,然后再返回,告诉他说已经执行完成,然后再返回,然后再返回一个客户,那这个过程就会比较慢了,那 那aura,aura他做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步骤,他只写到自己的binary log,他不写到底层的disk当中,而写到底层的这个disk当中呢,也就只是一个逆步的一个命令,呃,他能够做到的只是说,我保证我一定会写到disk当中,那你就直接返回给我们的客户说,呃,你的写入操作已经成功就行了,而后面这些比较繁琐的步骤呢, 那可以逆步的,甚至排队的方式,给他慢慢的写到disk当中,而这篇文章也介绍的就是,在这么一个新的设计当中,他是怎么样,仍然保证他的acid的一些性质 呃,我觉得这一次,这张图上次讲过哈,那 在这个例子当中有三个instance,那写同步的时候,呃,我为了保证,我在写的时候,呃,有,他为了保证我在写的时候呢,要是,抱歉,这有个性质好,就是说我六个节点 然后他其中有四个节点是写的节点,然后有三个节点是读的节点,他写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在四个当中,他都同步了之后,然后再返回给client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呃,这一张图就是显示的这个,呃,他写到第一个节点,然后写同时还要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之后,然后他才认为他,呃,写这个操作成功了,而这个async corium,他操作就是用一种eve的方式,把这些数据给写到,呃,binlog当中,binlog的话,他也是只要写到四个就够,那其他的操作就用corium去,呃,就用,呃,gossip protocol去给他同步就行,呃,喜欢之后,呃,不好意思,那个有人在敲我们,我一分钟,呃, 你刚刚提到的gossip protocol 是什么呀? 好的,就是,呃,我在写的时候,呃,不是只要写到四个instance之后就算成功了吗?然后还有两个instance还没写的话怎么办?就用那个gossip protocol 那同步一下 呃,就是每一个节点他们都自己负责自己,就保证他们的信息是最,呃,updated 那你可以想象说,比方说一个办公室里面有五个人,他们在同一个reportory上能操作都是git repository 那可能有个人扑起来之后,其他人他不知道那,呃,git才能更新了,他能够做的也就是每过一分钟给他扑一下,然后保证自己的reportory是更新的,也就类似于这样 好 好 嗯 可是我在想每一个节点如果负责自己的话,那个节点他去哪里破破那个最新的操作? 嗯 嗯 从那个prime 他,哦,对他他是同时知道其他的节点存在的,所以他要去问其他的节点,说更新 嗯 呃 這张图Storage nodes啊他,呃,在这片文章中Storage他指的就是 been 他 这张图是显示的当有一个update命令进来之后他是怎么操作的,呃 princes 实际上在�佩率上面当他说一个instance的时候ues 就可以把它当中一个 cpu 呃 那这个 cpu 它要执行的也就是把命令写到这次当中去 那 log record 这个是一个 bin log 他把这个 bin log 写进来之后呃会 update q 他这个 q 的话就是我们第一张图当中看到那个 呃 q 呃 他有一系列的需要写到那这次当中进行持久化的 呃写完之后他 他只要把这些呃 bin log 呃写进来之后呃就能够认为已经成功了 就可以 acknowledge 告诉他说那呃执行成功 就比方说一个 update 命令呃把学生的成绩给加一 那他 就说某一个学生吧比方说 james 而他进来之后要第一是确保 james 是存在的 那如果 james 不存在的话他会 acknowledge 但是会返回呃 应该是300 呃如果 james 是存在的话 那他就会呃把加一这个操作写到 q 当中 然后返回告诉他说我已经成功了 但实际上我在 data page 当中是没有成功的 而一步的一个操作他就会呃到 disk 当中把 james 的成绩给拿出来 然后一步的给他进行一个加一 然后再写到这个 page 当中 这个 page 现在就叫做一个 dirty page 呃 dirty page 在积累了足够多之后就会呃 batch 一次性的给写到 disk 当中 呃 hot log 这实际上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 bin log 那我是怎么样让我的其他节点知道呢 那就其他节点会呃有用这个 gossip protocol 来进行一个同步 然后保证呃每一个节点他们得到的信息都是最新的 呃就还是回到刚才那个 git repository 一个例子 那如果我五个人每个人写的速度都特别快 每一分钟就有一个呃新的一个 commit push 到我的那 呃 remote 当中 那这个时候每个人他怎么样保证自己的那个 repository 是已经更新了呢 那他就只能在办公室里面吼一句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更新呢 那这个时候有人更新的话就告诉他 然后他就给呃 pull 一下 从 remote 当中把最新的给 pull 下来 能做的也就是这个 呃 我有个问题就是像这种的话 因为属于分布式的数据嘛 很多时候比如说在银行这边特别是券商这边哈 有时候我们很可能是那个两个人用同一个账号 从中国和美国投资登录 然后他们的操作的话一个一个是100 然后一个买了那个80的一个股票 另一个买了那个70的股票币 对于这种的话他们的那个他们的他们的对立和他们处理的服务器 都是在不同的服务器上 然后他们的操作是有冲突的 对这种的话啊如何是怎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对 那好了谢谢问的好 实际上就是讲到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section 就是啊 write 他怎么操作的 呃他这边有一个 lsn 这 lsn 是什么 就是他的一个呃相当于他的一个 id 他是一个自尊的一个 id 能够保证 他是一个 uid 就是他每个 id 都是不重复的 而有两个就同一个账号 然后有并发的一个操作的时候 那就看谁是写的更快了 呃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binlog长什么样 就这个就是他一个 uid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执行一个步骤 实际上是实际上我刚才就在这个里当中我就是一个印色的一个操作 他有五个操作写到的 binlog 当中呃我们可以看到这和我们平时写的 seql 有点不一样好 而这基本上一个铺下来之后当然最后的一个就是一个 commit 呃写下来之后我看到这个 id 是一个呃不断增加的 那我在有并发的时候那会有什么问题呢 那我们知道那肯定会有冲突对吧 就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那呃最后写的时候会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 呃有两种方法保证一个是抗人抗人抗人们就是说有六个节点 然后看谁是先写到四个呃 一个中国一个美国就假设美国这边他写的快一点 就即使他那个请求是后来的 但是他写的快点他已经写到四个节点了 那这个时候呃我中国那个请求 然后来看我怎么写都只能写到两个那我没办法写到总共四个 那这个时候就会认为我这个写入的操作失败 那最后就能够保证他的数据是一致的 而中国那边就怎么保怎么知道自己那呃写入是失败的呢 那就是通过这个 id 那他假设说有一个节点 他已经被虽然的被第一个县城给修改了 那他的那个 id 就从原始的那变到了最新的这个13181 那第二个再要写的时候呃还是从过去的那个 id 我需要写到一个新的那新的无论是多少 但这个时候我会再来看说 ok 我写六个节点当中 第五个节点写成功了然后我再想写到第一个节点发现第一个节点这个 id 已经变了已经不是我原来期望的这个呃12958了 那我就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写出失败我不能再写进去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并发情况下我即使没有锁但是可以用这个 id 的方式来保证说呃 并发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写是可以成功的 对这就是在 呃 aura 当中是怎么呃解决这个写的一个操作 那 commit 的时候实际上就没必要等到他同步到 disk 当中去就没必要等到他把那 table snapshot 给同步之后 然后再告诉我 client 说我 commit 的成功而是我把那个 bin log 给他持久化之后写到 disk 当中去之后 那就认为已经成功了这个时候就可以 commit 了 commit 了 commit 了之后然后就把它写到那 lsn 在这个时候就给他增加一个那如果我没有 commit 的时候实际上呃这些我都是呃会进行个就是如果有冲突的话这些都是进行一个回滚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 commit 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说把每个 table 更新的时候再 commit 对吧 我就是把那 bin log 给更新之后确认我不需要对 bin log 进行个回滚呢 我就对他进行个 commit 了 而读的时候这个读就比较 哦我就是有一个你这个处理方法非常不错就是如果是那个先后处理的同一个的话他会他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呃我这两个那个他是同时同时同时读取的同一个 那我在读取的时候都已经成功了然后在我写入的时候是吧 然后他同时写入了然后跟两个训练他非常接近 他们会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就极端情况 写的时候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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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都是一个ID 因为他里面知情还需要时间吗 如果变化量足够大的话呃就是我这边都都写到那个一三一三一八一了 是他这边有好地方可以 哦是这样的他就是要呃写入的时候他会来 这就是那个呃 node one 他是先 在被那个thread one 给他进行一个 加增加一个操作 这是note five 现在是thread 呃 to给他写也成功了 这个时候那个thread two 然后再跑到node one 当中来他写的时候他就会发发现 呃以我这个ID为什么不是125988而是变成另外一个数字了 这个时候就会被拒绝写入 是这样的 所以就只要那个新的ID他是比过去老的ID大的 他就一定能够检测出来这有没有被修改过 嗯就是但是如果他两个都在写 然后写的时候发现都是那个1258 然后他这种情况会同时出现的就这两个就是在那个同时都写入进去了 因为他只要确认他的写入是1258 又可以了嘛 写完之后再进行变 然后他们这边还是有一个时差的 是那如果我们如何处理同时拿了两个请求 而这两个请求都是合法的时候 我们如何预防这种情况呢 因为你的情况是就是我我先我先进来 先进来之后改之后你第二个进不来了 虽然我们但是如果我两个同事都可以进来 而且你这边也没有加那个lock 这表示我这两个是可以同同时获取这个资源的 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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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还是可能存在的 就是那种就是那种 那种就 啊好的谢谢顾问好 就是说thead1thead2都写到node1当中去 然后 也说到这里面没有加锁吧 没有加锁的话 就表示你的防防防制机制是他的1258 他是他是一样的 就在1258一样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通过写入 然后在现代理媒生之前的话 这种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好 谢谢 行 谢谢这个问题问好 那我暂时没有答案 但是我猜的话可能就是对uid自家这个操作还是有所的 那就只有一个现场能够对他这个uid进行request一个新的uid 我提供一个案例是我以前公司因为有很多这种操作所以他当时为了避免重复也是通过一个这种id来identify每一次transaction 所以就刚才避免讲那个我们是对他进行了lock的所以他每一次进来的时候只能够有一个update 就是说他不是对资源进行的锁是吗 对的我们当时是对id进行的锁 因为他id他是单独一张我不知道这里是怎么样的我们当时是id是自己单独的单独的一张table 所以每次进来的时候只能操作一次不能够同时有两个在操作 那个我就这这问题很不错 因为我当时因为我当时考虑的情况就是我因为我之前在跟国内也经常做一些那个我家里有供应进行用 因为有时候用同一个账号进行股票投资嘛 然后也在供应进行打理 我考虑这种情形就是我们在请求之后 然后这个id都是存在的 然后这个节点呢 又在不同的服务器上 如果在同一个服务器上的话 我们可能是可以通过multi-thread里面的一些lock进行房子 然后包括在同一个服务器上按理说的就是 就同一个id加索也可以 那么我们在不同的服务器上我们如何那个保证 我们可以对两个地球两个不同的节点之间 然后请出 然后request的就是12598这个请求 然后进行加索了 就这种分布式锁的话 他们是有什么应用可以去保护这种机制呢 是分布式锁 因为这是属于一个distributed system 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这里 它可以支持那个不同地方 然后那个分布式的请求 我们不在一个服务器上 而在不同的服务器上 然后用各的复制的数据 然后你如果你在 你要用一个副本来升级的时候 你怎么去把那个副本不会进行操作 从我导致一个数据的不予置信 或者是一些数据的冲突 是因为就是好 谢谢 对 然后这就回到刚才第一个问题了 就我觉得就刚才我们第一个讨论 我们就是一个分布式锁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 就是当我有一个thread1 他写到node1当中 然后thread2写到node5当中 那这个时候 如果是在不同的host当中是没有锁的 那他是怎么样保证 他数据是一致的呢 那我知道在啊 AWS当中他总共有六个 replica对吧 那哪一个thread他先写到四个replica 他就算成功了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假设thread1 他已经写到那个node1 node2 node3 node4了 而这个thread2他写到node5 写到node6 当他要写那个node1的时候 发现哎 这边有个冲突 然后写入失败 那最终啊 只有node1 只有thread1能够写入成功 那个thread2的话 他实际上只能写到两个node 那最后他就只能返回一个说 那个写入失败 哦 那你们你里面有六个node 然后先写到四个node的话就算成功 但是 然后如果这个node1被写入的话 现在无法写入 那么如果我同时写 你也写入三个我也写入三个 这个会不会造成失所的情况 thread1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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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都无法双方都无法 双方都无法那个达到四个的标准 你有三个我有三个 这样子的话 对 我也无法就有其他的 那会不会造成直接那个系统 或是现成失所 嗯 对那对 像你说的他没办法写到超过一般的话 他就是失所了 他就不能够那这两个现成写入都失败了 他可能会有个timeout的机制 他如果超过像1万毫秒之后 他就会直接返回500 告诉他说写入失败 嗯 嗯 嗯 好 谢谢刚才这位同学 对 我也想把这个问题 我也想把那个平时他们可能会抠到的一些东西 把它想清楚一点 哈哈哈 谢谢你们给 好谢谢 好了谢谢 这都是问的非常在点的那个分布式的一些问题 嗯 好了谢谢谢谢这问题 然后再回到刚才那个刚才一点 已经讲了那个呃 ride commit了 那接下来这个read是怎么写的 然后这篇文章他非常有意思 他就是说他read的时候 他不需要quorum就是正常有六个节点的时候 我们不是那个四个写入键和三个读取的一个节点吗 那正常的时候他需要至少读到啊三个nodes 然后这三个nodes他们的那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他才认为他读取是成功的 但是在这篇文章当中他居然说他只需要 从一个node当中读取就够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取巧的方式 就是他写的时候是写到四个 但是最后他有一个呃gossip 就gossip的话 那最后还是把那四个nodes给他变到六个nodes了 那就保证他六个nodes当中啊 所有的那replica都是一致的 那这个时候我在读取的时候就任何一个node 他读取都能够保证啊 他读取的数据是呃 准确实施更新的 呃他read的时候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他有一个lsn 然后他知道自己要读取的是这个数据 那lsn就相当于我们在写那git的时候 我们有个git commit commit hash hash number很长的很长的一创对吧 有34个数字 然后我要保证我这个 我无论跑到哪一台机器上面去读取的时候啊 这台机器上面一定要有我那个 commit 那就举个例子同一个办公室五个程序员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本地的呃git repository 然后我这个时候要读取某一个数据的时候 我就是说哦 我要读取这个commit下这个文件 然后跑到程序员A当中 然后你把这个文件这个commit 给我拿出来看一下 哎这个时候去读取这个文件 然后发现咦我没有这个commit 那怎么办 那就只有赶快git pull 把这个commit给pull下来同步之后 然后再给他git checkout到这个commit 然后再告诉我说哦这个文件 他呃里面是长什么样子 那read就实际上是这么操作 就是刚才两点总结一下 就是呃一他是只需要有一个节点 他就能够进行个read了 那就在这种呃写比较少 然后read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 Rora是比较好的支持的呃 第二就是呃他在补取的时候呢 他需要呃保证我这个节点当中 他呃所有的那个他是通过lsn 就是通过他的一个呃版本号 uid来确定他在这个快照下呃是否是更新的 那如果没有这个lsn的话 他没办法保证我这个快照是不是最新的 啊好谢谢 然后接下来讲replicas那呃 对于同步的时候他是怎么操作的呢 他实际上呃同步不需要说我把 第一个节点给他freeze 然后把所有的数据都写到第二个节点 实际上也是从第一个节点到第二节点 他传过来的对就是一个blog 那同步的时候我只需要看我是否是呃 把他传过来的那些blog都给他写入到disc当中就行 而传入过过程可能是一个个传入的 但是我写到disc当中去persist的那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是给他进行一个batch操作 就是进行同一时间写入好几个transaction 然后这样可以对他进行个提速 而这里面我们看到他写的时候有两个需要注意的一点 呃就是说呃我写到那replica node的时候 那我并不是把所有的那transaction都写进去 而是有保留的 那我这个snapshot那个快照 他是有滞后于我最新的那一个commit的 而第啊就是atomic他保证说我这边写入都是原子性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对于所有的那些dbsobject就是指不同的那些tables 然后他们的那一个都是原子性的 就不会说我在写的时候我只是写到这个table当中 然后呃忽略了另外一个table 嗯他为什么这么操作呢 他为什么不把所有的那些快照都给他更新了 到最新的呢那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有可能啊transaction log 最后我还需要对他进行一个回滚 那回滚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些数据 他就没有进行一个commit的 那我是不希望他们呃被写到快照当中的 而第二个就是实际上他在每次读取的时候 呃我们刚才也知道我这个read进来之后 他不一定是最新的那个最新的 所以我在这边可能把那个和git当中的那些概念给混淆了哈 实际上我在这个读取的时候 并不一定是呃最新的一个版本 并不一定是head 那我在读取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老的版本 那这个时候我如果我快照的snapshot 他是最新的那实际上还要进行一个undu lock 才能够呃回滚到我read的所需要的那个commit 那所以实际上我只需要对快照呢 没必要那么频繁的一个更新 我可能每一万次给他进行一个快照的更新就行 对于recovery呃对于aura他在卖这个产品的时候也就是说他recovery特别快 那进行一个节点如果蛋了 然后我需要provision一个新的节点 那一个ebs那ebs里面是空的怎么办呢 他就呃把有10个G的数据 那他进行一个recover的时候就是说从最新 呃把blog一条小的全都apply到我这个新的ebs这个储存当中 把它写进来速度特别快 他只需要10秒钟就能够把实际的数据给他recover出来 所以速度是特别快的 以上就是aura的一个核心概念了 然后拼搓了一块之后我们就看到他和传统的mexico是长得有点不一样的 mexico进来之后所有的操作都在一个host当中进行 而对于aura当中他有六个replica有六个节点 其中有一些功能他没必要放在一个host当中他可以用一个服务的方式 呃那个bpc相当于一个代理 那么有一个vpc进来之后他会把这个请求给拆分 呃 storage nodes是进行一个异步的一个储存的 他实际上最关心的还是说怎么把数据我写到blog当中写到blog当中 就认为已经写入成功 然后可以给他一个commit 然后acknowledge 告诉我的client 说我写入成功了 而接下来这些步骤都是进行一个异步操作 s3在这边做了一个作用就是来储存那个blog的 在传统的mystical当中可能我所有的那些都以表格的形式存在我的disc当中对吧 但是在aura当中我就可以用s3来代替s3他有自己的一个融栽的一些操作 那就不至于说我一个node失效之后 然后s3也跟着失效了 那一个node失效之后s3可以把数据带写到我storage node当中来 那就和我们看一下他 呃报告的一些性能提升 呃这是用一个sysbench用一个benchmark在跑了 然后看一下他返回的一个结果 呃当然首先我们第一关系是写他有多快 在这边我们看到aura他基本上写入的一个速度 在任何的一个hose当中都是比mystical要快大概7倍的 那7倍我们可以想象主要原因就是在于一个同步对吧 那mystical他一个请求进来之后要写到六个副本当中 然后才能够同步的告诉我client说写入成功 而aura他只需要写到binlog当中就可以告诉client说我已经写入成功了 呃写的时候并不一定要写到六个副本 只要写到四个副本就可以告诉我的client说写入成功了 所以就省去了persist到disk当中这么一个步骤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速度会更快 对一个读取来说 aura他这边看起来他读取也是更快一些 啊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呃我们知道实际上他在写入的过程当中他会把数据从dist当中给放到memory当中来对吧 那我写过一次之后实际上是在memory当中有个cache了啊 在过去的时候那个page我刚从dist当中读取出来的那个page 我叫他cleanpage就是一个干净的我再把redulog或者叫做blog当中那个transaction写到那个page当中去之后呢 那个page就是被修改过的了叫做dirty了叫做dirtypage 而这个dirtypage的话是最新的保证我dirtypage里面看到的那些数据都是被修改过的 那这个时候我一个读取进来的时候我实际上是没必要跑到disk当中 我在呃memory当中就能够进行一个读取啊 所以就节省了一个io的操作那为什么aura会比mysicle要在读取方面快一些呢 呃在我看来是因为有很多数据他就已经在内存当中了啊 相当于有个cache在cache当中读取会速度更快一些 呃接下来这几张表格呃当然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就呃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他这个显示的都是呃delay有多少呃在过去是用mysicle的时候他 一个请求过来平均需要15毫秒有个migration就是从 mysicle到aura这之间当然会有一个unavailable的一个过程 这个时候是拒绝所有的请求的呃过了这一段呃低谷之后呢那实际上auraaura他就已经开始传接所有的那些请求了呃 我们刚才看那个benchmark跑的时候他写和读 那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呃迁移之后auraaura他对性能提升的一个作用提升了大概三倍 这张图latency他为什么有两条线一条蓝色线一条红色线呢呃证明是有两个概念p50和p95啊p50 是这个叫percentilep50是中位数而p95呢就是说排名前5%的那一些呃request他们的latency有多高这是用毫秒来计算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p50中位数当然我们看不到他性能的提升但是对p95就是最慢的那5%的那些数据来说他的读取性能是有了一个提升 呃 呃好的这是关于这篇文章的内architecture的一些介绍而后面这multitentency的话是一些周围的概念的那我可能今天这堂课就不该大家介绍了而刚才实际上在讲的时候也落了一些就关于那读的时候我只是说用cache 他为什么对性能有提升但具体是怎么操作我现在可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他read的时候是为什么会更快 到这张图当中来那写的时候这是一个主题对吧这是又是另外一个主题呃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那个alora的两个host 每一个host 每一个host 当中都有他的diskdisk就是他里面要存的一些数据 当然要他的memory啊memory这边涵盖的啊这个我叫他binlog吧其实binlog他不仅是在memory当中他在disk当中也有 我同步的时候我同步的时候我是把binlog给同步一下这是一个同步的一个过程不是一步的但是我写到 当中这个过程是一步的 我一个请求进来之后是写的一个请求 另外一个请求进来之后是读的一个请求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发现有一个consistent是一个问题就我写的时候可能写进来这一个节点他写到这里了但是读的时候呢因为呃是在另外的还后次的当中我可能读到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对吧那实际上我们刚才也就是说用那个呃gossip protocol的方式可以对他进行一个同步来保证那六个节点当中的binlog都是一致的 一致之后呢那读的时候首先我会看这个数据是否存在内存当中不存在的话他会从disk当中把那个数据给抓取出来 那就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做一个page这是一个old page 然后我会在binlog当中看有没有和这个page相关的 但是这个page是让他的资源来进行一个identify的就比方说我这个命令 我就是还是回到刚才那个student里面这是insert我就对他进一个update的操作吧我对他update student 这个时候我会希望对他的成绩进行一个加一的操作score是score加一where那这个时候我只只对那些成绩啊 first name他是对某一个学生特殊照顾那这个时候page他显示的就是 就是用这个学生名字来进行一个identify的这个时候我也看blog当中会不会对这个学生进行一个修改 如果有修改的话那这个page就变成一个什么就变成一个dirty page了对吧 dirty page我现在是在内存内存当中还没有写回到disk当中但是在读取的时候呢我只需要在dirty page当中读取就行这个时候我再来第二个read request那这个read还是到这个 一个memory当中呢他就没有在跑到disk当中那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cache之后他一个读取速度会更快 嗯然后我在这里问大家一问题大家有没有觉得嗯aurora他就自称性能有那么大的提升但是呃实际上他没有太多的提升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我从读到我从写到读要执行的步骤还是那么多对吧就是我首先要把一个请求去到blog当中来blog还是要跑到disk当中去看那个数据他是不是存在存在存在的话我把数据露得到memory当中来 从blog把修改 把修改apply到我当中然后再把page给重新写到disk当中那 那aurora他实际上是把这个步骤给他进行一个一步化了但是我从写到读这个过程我一系列的步骤我一步都没有生对不对 就是说我mexico当中是一个分布式的那我从node写进去再用node读出来要经过这些步骤在aurora当中一个地方写进来那读同一个数据我还是要经过这些步骤 这一点你们发现没有 嗯是这个确实那个还是一样的如果是单个少数的请求的话应该还是那个差不多一样的浮沙度 是 嗯 好的谢谢对就是说呃这个benchmark可能是一个更加同用 但是如果在这种极端情况就是我们每次都写同一个数据 就在这个例子当中每次都是修改何比这位同学他的成绩的话那实际上他性能就没有一个提升了 在这个时候因为都是进行一个同样的步骤操作 所以aurora他在进行修改的时候对mexico还是没有进行一个太大的一个修改他只是把binlog给抽取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储存 然后在这个上面来实现他的那个一致性啊来实现他呃的那个版本控制 在这个技术上呃他能够更加方便的抽象 写进去之后如果一个几点到了之后要给他重新呃recover 那在过去的时候我可能就是着重说怎么把disk的那种数据给回复 那现在主动就是说我怎么样从其他的地方把binlog给付出过来 然后apply到我的disk当中去这个从概念上的话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理解的一个视角 但在性能提升的话呃刚才也就只是说在一个异步的过程当中我对客户来说他看到的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响应速度 而背后他是否是执行成功呢 在messico当中的时候我这客户可能担心说不成功怎么办 不成功的话我就应该得到500的一个对吧 但是在aura当中他就是说我保证我的一步是一定会成功的 你不用担心你只要写到binlog当中来那接下来就由我来负责就行了呃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写然后再加另外一个写他看起来他的响应速度更快 但后面即将要执行的这些步骤操作一个都没有什么 对 我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这个图里面有一个write有一个read对吧 那假如那个read他是从那个dirty page里边读的话 他是不是要对那个page做一个保护那会不会产生什么就不同步的 对我在想那个page会不会就是说每次两个读 比如说我有一个读是在是在右边这个这个server 然后我可能在左边这个server也有一个读那怎么办 嗯好 嗯他基本上读的时候会自带一个lsn 那根据lsn他就能够知道自己实际上是哪个版本 那同步是有一个过程的对吧 就相当于我这个读 在左边这个节点的时候是已经更新了 但是我还没有给他同步过来 那这个时候我会发现啊我右边这个节点 他实际上是不存在这个lsn的 那我是读不到这个配置的那我要做的是什么 我就是是是从这的节点 就是把他 给 我相当于 用git是比较好的一个例子 那我有五个同学 每个同学给他版本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一个同学他 是 一点不好意思 刚刚刚你的声音有点卡 我也发现啊 你能再重复说一遍吗 刚刚你的声音有点卡 好的 就这张图刚才解释一下 就是啊 我为什么在另一个node当中 我在读取的时候 这个信息一定是最新的是更新的 因为我在读取的时候有个lsn 就有一个版本号 那这版本号实际上就可以来确定 我在读取的时候 这个数据是不是最新的 那如果这个node当中是 其实不存在这版本号的话 那我是用gossip的这个protocol 然后到其他的节点当中去 把这个版本号里面写的这些修改信息 给同步到我这几点当中之后 然后再进行一个呃 配置update 然后再进行个读取的 酷 嗯对 呃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他那个呃 有概念叫做呃 point in time recovery 就我们对一个数据库来说 他更新可能特别快对吧 一秒钟就好几可能好几百次更新 那我到底哪个snapshot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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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又卡了 又卡了 对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 我需要 啊 哦好的呃现在好吗 哦对不起说的 好啊实在对不起 呃好的呃就 我们平时在写git的时候可能不太关心 我们可能master 一天才有一个commit进去 那我每天早上呃到办公室的时候 我进行个git pull就行 或者我要在commit 我需要merge之前 我再进行一个git pull就行 呃但是对于数据库来说 那一张表格当中 他可能有好几百个tps 那他的更新速度就是会比较快了 嗯 那这个时候我是怎么样保证 那每个数据都是最新的呢 呃当然每张表格他可能100个tps 但是对于某一个entry 对某一个roll的话 他更新速度就可能没那么快 那相当于比方说你在中美之间做交易 你可能只关心自己的account 自己account的话 那就你自己可以修改 可能你几分钟才进行一次修改 那他的那个tps那个transaction per second 就会比较低了 所以lsn如果是在指南表格有一个lsn的话 那就会比较慢 但是如果对于某一个roll有个lsn的话 那就比较好进行一个版本控制 呃然后可能还是回到刚才的 这个概念叫做appointing time recovery 呃这个recovery在rts的数据库当中有 对其他的数据库也有 就是他每一个小时会进行一个snapshot的一个记录 呃我们在用git的时候 那实际上是用head他会有一个snapshot对吧 那我每次一个新的同学 我跑到一个git gitclone的时候 我clone的基本上是我这个head 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这个git他更新速度很快 假设每一秒一秒钟他会更新一次 那我们这个时候会 我gitclone假设有一百个文件的话 我可能第一秒钟我clone下来的是head的这一个版本 然后第二秒钟是head加一的这个版本了 那如果只是对他快照进行一个pool的话 那就会有问题 所以呃我gitclone的时候实际上是首先 我知道这个headhead的commit是多少 然后每次pull的时候不是从head的pull 而是从我特定的一个commit进行pull下来 那同同样的对于这个数据库的话 那我进行一个同步的话实际上我是需要知道他的那个lsn的 那同步的时候就只需要把lsn 他那个snapshot给同步过来就行 嗯 但是有问题了就是我每个小时在同步一次 但一个小时之间可能有新的一些transaction log进来了 对吧那怎么办呢 那他实际上要能够做的也就只是说比方说现在是10点28 那我 现在 在哦抱歉现在是9点28 那可能9点钟的时候我有一个snapshot 呃9点钟这个snapshot 那怎么样到我现在这个28分钟这个snapshot呢 那他要做的就是拿9点钟那一个数据 然后用redo log 给他一个一个的写到我当前28分钟这个状态 那回到刚才那个 dirty page这么个概念 那我disk当中 其实如果不想对disk进行那么一个频繁的一个修改 不需要对他snapshot每次都进行一次更新的话 那实际上 disk是可以储存28分钟之前的一个snapshot 那我需要读取hobe这位同学 他现在有一个状态呢 就是把他28分钟之前那个数据给读取上来 然后再把blog当中和他相关的一些transaction 给他一个一个apply进去 然后得到当前的这么一个状态 他是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一个更新的 那比如你在更新的时候 会不会把这个page给锁掉呢 就以防止 就比如说你在右边这个 好的 那这就是我讲的这个概念了 然后看其他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 他在问其他同学有没有问题 哦有问题的话就直接mute好了 有有有有 我这边那个你们终于等你们问题答完 有没有问题吗 我有一个 不过不是跟跟这个有关的 你们你们可以清楚 呃我的问题是 比如说他在用gossip在同步的时候 那他这个page hallway这个 是不是听到我声音呢 主持人这个时候在吗 或者主持人有问题吗 呃家家他不能说话 所以呃他可能我 我 啊谁不能说话 哦哦你在啊我以为我在 ok他我不知道玉琳是不是有问题要问你 ok什么问题 嗯 是玉琳不能说话了吗 哦谢谢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那我的分享可能就到此为止 哦对我这边有一个 如果有什么感兴趣的话 那我这边我这边 听得到吗 听他配置上面去找相关的资料 哦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今天就到此为止 好 哦 等一下等一下 听得到吗 我听得到你的 哦是我这边 我这边还有一个小问题啊 我不知道你们上次也没有讲过 就是因为我看你们Aurora 是属于那个分布式的那个数据系统 然后处理一些高频发的情况 现在我们已经有那个 比如说可以有有那个mongoDB啊 然后有那卡三年来处理这种高频发的情况呢 但是他们一般是不支持那一个多重所以搜索的 这也是我们在那个建议 建议搜索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自己做一个多重所以搜索 所以说如果你有有你们这样的设计的话 那你们比起那些卡三句啊 然后可以比起那一个 比如说我这边要用一个做一个Facebook 那个Friendship list 以前的话我可能用卡三句来做 然后现在的话呢有你们Aurora的话 然后你们用这个Aurora来做的话 然后我用卡三年来做 用这种两种不同的数据库 他们之间的话 那个有现在还有什么意义 那个有什么优劣呢 可是跟那个卡三年跟mongoDB比起来的话 你们这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性能特点呢 他们的应用场景会有会有那种竞争 有竞争吗 我对database不是很了解 但是就我个人的理解是Aurora首先 它是一个relational database Cassandra是一个noSQL的key value database 这两个database的就是他们类别都不一样 对吧 它类别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之所以使用noSQL 是因为有大量数据需要分布出 需要那个把它那个加来加进行存储吧 所以我们使用分布式的系统 然后所以我们为了分布式而牺牲了它的那个关联系 那么现在你这边又能分布式又能关联系了之后 我们还要考虑一下什么意义 所以说你们这个这个Aurora 对比那些那些那个那种noSQL的话 你们这边是 他们这边好像是既能分布式啊 我用那个关系搜索 那那你们这边就没有任何缺点吗 是因为我这我之前试试过 我试试过的那个吞吐量应该不一样吧 写入吞吐量不是有那个服务器 就是它的单个来说 从单个结果来说的话 用那个MySQL 它的它至少吞吐量大 是因为它可以把10台机器同时掉进来 你用10台服务器的话 然后它进行reply开的话 它就有大的吞吐量 那么它就是主要是靠 单个机器现在其实它是差不多的 就不管什么用大量服务器 那么你现在Aurora 你也能用多大服务器 我的卡山也能用多大服务器 我还支持多重搜索 那我们干嘛还用卡山去 是 我这边就所以这个疑问就过来了 因为我们平时要拼它吞吐量 主要就是那个把那个server加多嘛 然后然后通过那个noSQL 它的那个replica的那种性能 然后将它那像机器堆起来 这是为什么我也这么多服务中心 啊我想Aurora已是那个 其实关键水库也能进行分布式了 那么那么为什么我还要飞 还要还需要还需要noSQL 在这种情况下 Aurora有说它的backup 越多性能越快吗 不是它跟它的它不它分布式系统的话 那一个它不是它分布 只是为了做fault tolerance吧 我好像没有看到它有说性能上面 但是我们刚刚对比就是 这些机能的情况下 它性能可以高7倍 是然后读取和写入的话 那个在读写入的话 都有都有不同的性能提升 就是在那个刚刚讲的时候 我有看到如果你的性能可以提升的话 那么我们还为什么还需要飞关键 因为我们都是做到那个 可以将数据那个分布化重量 然后做到数据的备份 然后投资可以那个 使那个多个服务器的访问 可能不用做single node 啊既然我们都能做到的话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飞溯 所以因为这个这个如果这个真的做成的话 那可能是我们很多信用在设计的时候的话 有更多不同的选择 所以如果所以我想知道它现在极限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现在边界 啊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我其实不太懂 database 可能在我看你说那 那些是只能有kv数的不是吗 那有k value store那种 k value 所以我之前做k value 就是因为他有能做分布式 然后就能做replica 数据又安全 而且都能量大 那么现在你的aura 这也可以做的话 我干嘛还要用那个nose 他这边有什么有什么不可替代的地方吗 就是跟对于nose对比那个aura 来说的话 好有什么有些 我觉得不是看 在我看来可能场景吧 就我在生产网站当中用的是dynamoDB 所以对kv的话了解多一点 kv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denormalize 他就是非规范化 那用json的方式对他所有的metadata 进行呃一个个的储存 他是不支持join和groupby这种操作的 也对sort之类的操作都就是不怎么好 但是就正是因为他是进行一个非规范化 所以在很多场景下就是他是比较适用的 就是对于一个关系形式的图 可能有第一方式第二方式第三第四 那至少对noSQL当中就是把第三第四都给都给打破了 呃在某些场景下是比较快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很多情况下的话 我们可能也是需要那个用第三第四的 然后因为我这样子你也看到了 就是我们在做第三第四搜索的时候 跟我们程序一样就是做那个 做一个那个candation filter的operation 是吧包括我们在不管是在那个程序里面 还是在那个sortment都是这样子 那么如果但是如果如果我们需要用那个noSQL来做 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 我们还要自己编程 这时候我们customer会变得非常大 然后如果如果 然后我竟然竟然用noSQL来吞吐 就是要处理一些那个它的高频发达 然后分布式的情况 如果arrow也可以处理的话 那我是代表说在这些大多数的情况下 包括我之前使用那个friendship map 以前我用customer来存储 用那个mongoDB来存储 我现在也可以用arrow来存储 然后直接所有的做成了一个mySQL的形式 就是内脉mySQL的形式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我我现在必须有点事得走 所以我把这个recording给暂停 然后你们可以继续讨论 只是我现在得有事得走了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slower 没错 emotion